好,感谢主席,多谢殷牧师 今晚开始与纽约神学院一连串聚会的第一晚 对我来说,心里面也是特别的兴奋 因为我自己是很佩服殷牧师,也很佩服纽约神学院 刚才麦牧师也是我最敬重的一位牧者 他说的说话我都很感动,很共鸣 二十五年前,四分一世纪之前 就已经开始迈向这个网络的时代 我想今天不需要我再介绍 今天已经完全进入网络的时代 我自己也有同样的一个负担 其实如果有上一年纪 现在我有上一年纪 你也会记得当年有些叫做卡奏带 有听过吗?盒带,也叫做卡带 不知道什么 那些粉会掉下的那些 现在没有了,已经失存了 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即是三十多年前 当年开始,那时他也想到说 港道能够现场听的是有人数 但是如果能够透过科技的帮助 可以去到更多人的耳中 所以那时就开始做了 听那些卡奏带的 听带的 今天,不知为什么可能够老了 过去这几年,经常见到 那些弟兄姊妹在世界不同的地方 都说,我小时候就听你的带 多数是这句话 最经典那次,就是在这个 军哥华的region 即是这个维珍神学院 有个同学,一见到我 他说,博士,我小时候就听你的带 那我就幽默一点 我说,我出道早 不是很老的 他说,不是啊 他说,我小时候 我妈都拿你的带给我暗睡 我说,第一次觉得很有成就感 原来是这样的副作用 他睡不着的时候 他妈给带的听 就是我港道的带,让他暗睡 这个弟兄姊妹现在出之读神学 我想他已经做牧师了 很感谢主 这些都是神自己的恩典 好了,今晚我们就不讲这些 不过真的 科技是帮助到我们的讯息 帮助到我们在神面前的侍奉 这是无可比拟的 所以我特别欣赏 纽约神学院这方面的努力 将来我相信还有很幻长的日子 要更多的发展 好了,今晚我们讲回我们的课题 和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个 是很神学性的课题 但是我希望呢 也将它成为一个很真实的 我们属灵生命里面的 操咒和操练的一个课题 那请大家为我讨告 这个不容易的 这个课题 三位一体的课题 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课题 很深奥的课题 希望今晚不会讲得太深奥 大家手上有的讲义 或者打出来的 PowerPoint 我会继续讲下去 这些东西都不少 但是我很想把握时间 和大家 将一个这么复杂的课题 大家要用脑子来想的 但是希望呢 我会讲得大家可以明白 所以这些东西我会跳得很快 大家就跟着来 首先讲三位一体 三位一体 三位一体 这个当然是基督教信仰里面 最核心 最独特的一个信仰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天地的主宰 是只有一位 但是 圣父 聖子 聖灵 三位 都是有同样的神圣 那究竟我们所相信的主 是一位呢 又是三位呢 又是一位 又是三位 在人我们的理性分析里面 是想不通的 但是你有没有什么根据才可以的 当然我们相信 有很重要的根据 就是来自神自己所启示的说话 就是圣经里面 我们只能从圣经里面 得到这个很重要的基础 我相信大家都会 心里面 就算你没有一些经文 在背出来 你都会有个 这样的印象 圣经里面很清楚 由旧约到新约 重复又重复 说一样东西 我们所相信的 天地的主宰 只有一位 我不会和大家再读这些经文的出处 有机会你自己可以回家来看 这个也不需要今晚花很长的时间 我相信 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体会 理解它 这些证明是很清楚的 圣经里面 多得不得了 如果你有手机 或者你有电脑 你打google.com 上去查一些关键字 是吧 One God Christianity 包你就可以找到 几十段圣经 这个不需要说 好了 我们的信仰 告诉我们 圣经说 只有一位神 不过很清楚的 由旧约到新约 尤其是旧约开始 当然讲到圣父 God the Father 圣父是神 他是受尊崇的 他是受敬拜的 他是创造宇宙的 他是永恒的 他是全能的 那还不是神吗 是吧 只是他是神 但是很奇妙的 到了新约圣经的时候 他又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 他是道成肉身的神 他又是全能的 他是永恒的 他也是同样 神一样的 受尊崇 受敬拜 他也是创造这个世界 等于说 他有没有创造这个世界 哥罗西书有说的 那我不跟大家慢慢看了 他也是神 还有圣灵 圣灵 God the Spirit 又是神 同样的 他是创造这个世界的 宇宙的 大家还记得 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 神的灵 就运行在水面上 创造这个世界 并且 圣灵同样的 是受尊崇 受敬拜的 圣经告诉我们 他是永恒的 也是全能的 所以他也是神 他也是那位的神 所以三位都是神 但是只有一位神 所以这个是三位一体的神 就是这么简单 这是圣经所说的 虽然我们人的理智 是没有办法完全的了解 怎么完全的了解呢 那么很多人 曾经历代的神流家 用了很多的比喻来说 但是这些比喻 都没有办法说到 神自己这种 三二一 一又又三的 那种这么独特的地方 比较出名的 有些人想过 比如好像冰 好像水 液体 固体的液体 但是又是蒸气 所以它是气体 所以同样的物质 可以有三个不同的表现 这些稍微 给我们有少少的方向去了解 但是再要求多些的时候 其实也不和神自己三位一体 那我们说 这些我们今晚就不说了 因为这种的比喻 都是用我们人世间 所能够了解的比喻 的经验 那这个对那位 超越经验的神自己 基本上是不可能完全的描述 那你说好了 那圣经有没有说三位一体 在这个观念 刚才是从圣经里面的资料 去组成的一个说法 圣经里面是有的 尤其是初期教会很明显 大家知道初期教会 也面对很大的迫白 初期教会面对迫白的时候 但是也有很多人信主 很多人由犹太教 后来外邦人 希腊人 罗马人 其他外邦人 归信基督教的时候 当然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的 仪式 就是这个受浸 或者受洗的仪式 水泥的仪式 这个水泥的仪式 当然是一个 很浓缩的 就是说他宣布他自己的信仰 清楚了 或者为他受浸 那位牧者 就问他 在当众 你要表达你的信仰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怎么可以很浓缩的 表达他的信仰呢 就是在那时候 我们历史告诉他们 开始在初期教会 就酝酿了一个最浓缩的 其中一句话 就是你信不信 圣父 圣子 圣灵 或者今天我们有时候 如果你参与过一些 受浸的仪式里面 你也听见牧者 帮他受洗之前 就会说 我是奉父 圣父 圣子 圣灵的名 为你受浸 为你施洗 就是这样了 其实呢 这样的说法 绝对不是现在才是 追溯到最早期的教会 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 很多人会受洗的时候 就慢慢出了这种 叫做formula 出了一种这样的方式 表达 很浓缩的 这个就是很明显的 三位一体的 宣告的起始点 所以 自从有初期教会 有教会 开始这二千年来 三位一体 都是核心的一个宣告 这是无可再怀疑的地方 那圣经里面有没有呢 那你说呢 我们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譬如说 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 大家很熟 那一节圣经 你读的时候 或者背的时候 可能很多时候 是宣教的挑战里面用 但你没有留意 其实在那里 我们的主耶稣已经说了 所以你们要去洗万能作 我的门徒 做什么呢 奉父 奉子 奉圣灵 我这个中文的翻译 按照原文的 它是三次很重复的 of the father of the son and of the holy spirit 很清楚的 奉父 奉子 奉圣灵的名 去为他们施洗 所以这个呢 就是一个施洗的一个 很浓缩的 很清楚的一个表达 还有呢 什么时候会很浓缩的表达 那个信仰里面的核心呢 很多时候你写信 或者跟特英姊妹一开始的时候 他的文案 或者结束的时候 一个祝福 这些都是一个呢 慢慢慢慢变成一种的 很独特的 代表性的 浓缩的礼仪 在圣经里面 一样会有的 譬如说 比达前书里面 那个文案 一开始 那个文案的时候 他说 我们就是 我们是什么呢 我们就是 照 父神 的先见被拣选 借着圣灵 得以成圣见 以至 信服耶稣基督 蒙血 所耍的人 原因为平安多多 加给你们 他们开始 就写那封信 到了结束的时候 譬如 哥伦多 后书第十三章 最后他结束的时候 保罗写 说什么呢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神 呼神的慈爱 和圣灵的感动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所以 其实圣经里面 都是很清楚 总结了 由教会开始 诗图 诗图一路以来 我们是一个信仰的总结 可以说是 所以我们 这个三位一体的基础 就是这样形成的 如果你一直都没有一个 明确的基础 今天我只是用五分钟的时间 跟你说了这个基础 不过今天我们当然 最重要的就是 这样有了这个三位一体 好像很抽象的信仰 究竟可以带来 我们属灵生命里面的 成长 经历 有些什么的意义 那么这个课题呢 就比较少人会 是碰到 和说了 因为通常你读到 三位一体的 讨论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是神学生 在神学院里面 讨论 那么这个我们今天 是一个神学院的 一个陪灵会 当然呢 我们是要从一个 比较神学的角度去理解 但是我又感觉到 很多电影姐妹来的时候 她不一定是你们 也不一定是 期待一个 纯粹一个神学的了解 那么当然今天 我也可以用一个 神学的了解呢 是跟大家 讲足一个半钟头的 哈哈哈哈 不过不用担心 今天我讲一个小钟头而已 那么 因为有很多的事情 那么我自己也有很多 自己的 很想和那些学者有讨论的地方 那么 如果神给我有足够的命 和精神 那我就会写一本 关于三位一体 那些特性姐妹都知道 在过去那五年 我每年出了一本 关于信仰的书 不知道大家可能都会有 有些人像 你不知道我出了五本的了 从那本 第一本叫做 如果有人看完的话 你会留意里面 是有个题目没有讲的 就是三位一体 哇 那也可以 因为我准备另一本书 所以还有第六本 不过 今晚 就不跟大家讲 那么多这些神学 和这些讨论的课题 我就想从一个神学 转到我们属灵生命的意义 那你信了三位一体 那有什么属灵生命的特特意义呢 今晚我就试一下 就一条这样的路 和大家一起思想 好吗 好 那究竟我们应该怎么了解 那个三位呢 从这个开始 是不是 因为三位一体的内容 就是成为我们今晚的主题 一般呢 在教会的历史里面 有两条的路 但是这两条路不是冲突的 两个角度去了解 这个三位一体 一种呢 比较容易把握的呢 我们呢 中文呢 也叫做经济三一轮 英文呢 就比较清楚些 叫做economic trinitarianism 有些弟兄姐妹 就说 还不明白economics 搞什么经济学 economics 这个字呢 在古代呢 就不是经济学的 大家知道 是来自希腊文的economia 这个希腊文的字呢 其实是作与一种 大家的属灵上面的分工 大家互相合作 这样的意思 那就是说 三位圣父 圣子圣灵呢 它是互相合作 为什么要合作呢 因为 当神 创造了这个宇宙世界 然后特别是 在这个创造的高峰里面 创造了你和我这个人类的时候 神就和这个世界和人类 开始做一种的漫长的关系 就是永恒的关系 是吧 之前他为 我们叫做 God in Himself 上帝在其自己 但是呢 当上帝创造了之后呢 他就和这个创造的世界 创造的人呢 开始一种的关系 这个世界和人 和他建立关系的时候呢 因为世界的人呢 他自己 当然 能够明白的 和上帝自己所明白的 有一个距离 所以上帝呢 透过三种的身份 去和人 特别是 今天我们所强调的 和这个世界呢 是接触 发生他的那个 我叫做 简单来说 都可以叫做分工 那有什么分工呢 简单来说 創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呢 圣父 他那个的身份呢 是他宣布和设计 整个的宇宙和人类 然后圣子耶稣基督 他将这个 创造的奇功 将他实现出来 约翰福音第一章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个主耶稣基督 他道成肉身之前 他自己道就是神 而且这个世界 是由他自己所创造的 所以耶稣基督 是将这个世界的 创造父的计划 将他成为一个事实 然后圣灵 圣灵呢 圣灵呢 不单是创造这个世界 并且呢 在这个世界里面呢 是承托着这个世界的运行 所以呢 三个身份 大家听到好像很明明的了 不需要明白的 三个身份里面呢 有一个不同的分工 到了救赎 就是说呢 我们人犯了罪之后 神自己的拯救的计划里面呢 就更加分得很清楚 明显些了 圣父呢 就是呢 是在远古之先 在永恒里面去设计 去开始这个拯救的计划 而圣子耶稣基督 大家都很清楚了 这个不会再搞错了 就是来到这个世间 在人类里面 显现钉十字架 死而复活 就成全了 完成了这个拯救的大功 然后呢 圣灵呢 继续在你和我的心里面 在里面呢 是做这个感动 改变 让我们的生命 因为我们和神接近一个关系的复和 生命一直有转变 成为一种力量 成为一种的带领 提醒 那这个圣灵呢 可以说是 将到这个拯救呢 是 令到它呢 成为完美 直到我们永恒里面呢 和这个三为一体的转 是再次相会的 那这个呢 也是有个不同的 独特的角度的了解 所以呢 这个呢 我们可以说呢 是 精细的三一轮 就是说呢 是一种呢 是工作分工上的 三位一体 三位 因为它有不同的身份的特色 所以呢 它可以呢 和我们 有一个不同的关系的独特性 这个也能够把握 啊 趁大家还有些精神呢 先说些这么抽象的东西 是吧 啊 好 那接着呢 但是呢 其实呢 其实在一个的三位一体里面呢 更多神学家所讨论的呢 就是上帝在祈自己呢 待会会再讲多一点的 啊 讲到圣子的时候 不过我现在讲了一点点 上帝在祈自己 这些三位一体里面呢 那可以表达出一个很特别的一样东西 原来我们所信的神呢 不是一位 是三位二一的神 就是简单来说 我们所信的神是很奇妙的 和所有宗教都不同的 那些宗教是自己人去想出来的 神说我不是像你们想象那样的 我是三位 如果英文来说是一个community 我们所信的神 至高的主宰 它本身是一个共同体来的 就是圣父 圣子 圣灵 三个之间 一个互相的 一个团契来的 那你说这么特别的吗 那有一幅图 是不是 有一幅图 可以打出来 就是一个十五世纪的俄罗斯的 画家呢 和一个灵修学家呢 叫做Andrea Rublich 他就画了一个这样的图 这个图呢 其实呢 就是用了这个 当日呢 去找亚伯拉罕那三个天使 但是呢 其实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一个的象征 你看到这三个的所谓的天使呢 其实呢 就是神自己的三位一体 拿来表达这个意思 你看他三个的眼睛 你望着我 我望着你 一个呢 他的眼睛很特别 每一只眼都望着两个人的 其实 他不是望着旁边的那个 就是你 你不同我不同 不过我们大家 是互相 而且他中间呢 加上那个杯呢 就是刚刚一个绝对的圆圈的 就是一个 完美的 三二一 大家的生命里面的共同 这个呢 是对于 我们对三位一体的了解呢 增加了一种很深刻的 一种的体会 原来 至高的主宰 他自己都是一个的团契来的 所以你不要看团契 可有可无的 我自己在家里面看圣经 也不需要去礼拜堂 不是的 团契是神自己的本性 所以我们在神的本性下 大家一起 你和我 我和你 互为一 大家在主里面 合而为一 这个是神自己的本性 这个本性 这个本性 是非常之完美和美丽 中而我们人有软弱 在我们大家一起的时候 有时候很大的困难 有点痛苦 有时候 教会这么复杂 我不去了 我自己家里 现在可以在网上听讲道 是吧 听首诗歌 也挺爽的 接着可以和子女去喝茶 是吧 也不需要迫车 又要找地方泊车 这些理由 不成理由 我们一定要在一个群体里面 能够体验到神自己作为一个群体 那这个呢 我们叫他做 是内在的三一论 应该会和大家讲一点 就是不是因为他要去 帮助这个世界 去和人 in relation God in himself 上帝在其自己 都是一个团契来的 这一个意念 在今天的神学里面 成为一个最重要的核心 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并不是可有可无的 是必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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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个团契 好了 今天我们呢 不如先从一个 经世的三一 开始来到思想 好吗 那我想呢 和大家呢 从圣父 圣子 圣灵 他的独特的身份 所引起我们 熟灵生命上面 在这边的体会和 争扎呢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以至我们呢 可以呢 敬拜这位三一的神的时候 原来是很丰富的 好了 又说些呢 不容易了解 但是有多深的事情 开始讲 圣父 和熟灵成长 经历 好吗 我们试试呢 一直走这条 旅程 一看的题目呢 你知道难说的了 上帝的预知预定 和人的 祭遇里面的保守 和看顾 你顶着 我说是咯 我经常在想这件事 不过没有人解释清楚 给你听 我也不保证解释清楚 给你听 神的预知 和人的自由 就是永远都说不清楚 但是呢 你说这样也 又说这么复杂的事情 这么抽象的事情 不是 这件事呢 是引申到 我们很实际的 每日生活里面 我们的 祷告的生活 如果神什么都知道了 那么祈祷了 做什么呢 你说 神都定了些事情 你不祈祷 事情就这样发生 是吧 你祈祷 事情又不会因为 你的改变而改变 是吧 如果你的祈祷 改变了神 那神还是神的 是吧 那怎么办 那祈祷不祈祷 祈祷究竟要改变神 要改变你自己听神话 是吧 但是这些问题是常常问的 其实这个问题 跟三一的神是有关系的 好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那究竟神 如知如定 那我们人还有什么自由的角色呢 这个呢 是神学里面 是很多时候会碰见的问题 我只能够很简单的 跟大家稍微 提一提 这个我的立场 未必等于 所有神学家的立场 如果你听到一些 咦 和你的想法不同 不要紧的 大家对这个问题 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不过我都是根据《语圣经》来说的 我自己的理解 神肯定是预知的 有件事未发生之前 神就预先知道了 神预知 昨天已经预知 今晚有多少人来的 聚会的 现在我就知道了 是吧 优牧师就知道了 点了人数之后 二百多位 三百多人 他就知道 但是神星期四就知道了 昨天就知道了 因为祂是预知的 神不可能不预知 因为神如果有一次不预知 那祂就知道了 之后所发生的事 都不知道了 你明白了 有什么 因为任何一个 他知道错了 或者 他数落了一个人 他数落了就没事了 不是啊 那个撞车就糟了 是吧 多了一个 原来那个撞车 那个撞车影响了他一生 那他影响了一生 他的子女又影响了 是吧 那时候呢 他本来牧师是不需要 刚刚刚冲去 那一晚去探他的 谁知道那一晚去探他 因为他撞车 那时候呢 牧师呢 原来那一晚 本来就是 另一个小组 那小组 本来有人想那一晚缺词 谁知道那天不在 他就不缺词 他说完不容 整个世界会变成了 整个世界都会变成了 因为一次 如果神说 我不知道那次有多少人来 不行的 神一定会知道 如果作臣作为臣,一定是如知所有,并不会知错 但臣是不是预定呢? 预先决定呢? 我自己相信臣不是预定的 不是预定的,为什么?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自由决定 这个自由是臣给我们人类的礼物里面的底线 就是神不会控制我们的自由 神是给我们自由,这才是我们的尊严 所以也是我们每个人要做的决定是我们都要负责的 不是说是神逼我的,不是的 我们每个人可以决定的 我自己决定的自由,神又如知有没有矛盾 可以是很复杂的矛盾,但也可以是很简单的 不是矛盾来的,神没有逼你这样做 不过神知道你将来会这样做 你听不听我说什么? 即是说我女儿或者你的女儿十多岁 十五、六岁 最青少年的时间 认识了一个很坏的男朋友 一看她的样子你心都脱了 已经是这样的头发、这样的衣服 说话是这样的 又说今晚去她家开派对 还要过夜 这次死定了 今天就说父母就预知她今晚去被人照 所以跟女儿说 喂,你不要去啦 以父母的了解 这个男孩这样约你去 还有她的朋友都不知道什么人 今晚都没空了,今晚还过夜 那女儿说我喜欢去 那分别了 你预知会发生什么事? 不过呢 你说我锁住不让你去 这就叫做预订了 不让你去 还有父母说 你听清楚 我说完结果给你听 但是你要去 我不会能够控制到你 因为你已经大过了 人类都是这样的 神用什么方法呢? 我们看见圣经里面 神给人有自由 不过他会用来警告他 提醒他 他说这个结果是什么 最著名的就是 生命记二十八章 神说透过摩西的遗诅 跟以色列人说 在你面前的两条路 很清楚 我告诉你 你现在进加南 两条路 一条路如果你是遵行我的旨意 听我的话的话 跟着那些的祝福 和我的同在 我的照顾 就会跟着你们 不过第十五节开始说 还有另一条路 如果你不听我的话 你背起我自己交托给你 我提醒你的东西的话 这样你就会失去我自己的同在 这时候那些外邦人 就会去攻击你 你就不得到安宁 甚至你有饥荒 有困难 你会有恐惧 这个神是预知到 但是呢 告诉以色列人听 不过你可以选择 很清楚的 看到吗 去到这个 弱斯亚记的时候 入到加南第一次打完仗之后 弱斯亚又在山上 尾巴链山 基里心山 又说回这件事 两条路 就是神在我们面前 就把那条路的结果告诉我们 不过选择 给你选择 这是你的自由 不过神说我知道的 你走这条路的结果是这样的 我知道的 所以我们说 神知不知道将来发生的事 祂知道 不过祂比我们 仍然有选择 这样呢 就 有什么的意义呢 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有正面的意义 有负面的意义 正面的意义 很重要 先讲正面的意义 神是预先知道 神是不会搞错 神知道 神知道 祂所做的事情 没有人能够阻挡 更加重要的 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 祂说得很清楚 我是怎样爱你 我是不会害你的 人会害你 神说我永远都不会害你 从来没有留下一样好处 不让那些愿意走我的路 行动正直的人 诗篇那里说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 是得到益处的 这是神的应许 我不会骗你的 所以如果我们相信 神是在 圣父好像圣父那样 祂在万世已先 已经一切 祂已经知道 去安排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其实 有一种很深的安全感 这是我们相信里面最宝贵的其中一件事 当我们面对人生的高高低低 有时突然间发生一些事情 我们真的不能够明白 就是我们不能够明白 很难过的时候 我们的分别就是 我们有没有一种属灵的透视力 好像看到 虽然乌云密暴的人生的时刻 但是我们相信后面的太阳仍然在 因为我们的主 我们的父是不会改变的 祂在那里 祂想到 祂知道 祂早已经 是有计划 在我们人生里面 这种信心 带来好心的把握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 那里说 信就是所忘的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比较现代的翻译就是 那些未发生的事 因为有信心的话 就已经有把握 人生那些未发生的事 最没有把握 但是说 有信心的人 就有把握 那些未发生的事 还有 那些看不见的东西 他有明证 这个就是 新的义管里面 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说 他有一种把握 这种把握 这种把握 还未看到 我都知道 可以信得过 因为我们的神在 他安排 他掌管一切 是 这个就是 我们相信他 带来的最大的安全感 一个真正 相信神的人 在生命里面 就有这种安全感 这个是 那种 无所不知 全能 他知一切 那种 所带来的安慰 不过 当然 刚才我们说 还未能完全解决到 我们 在一个 比较 想提出来的 一个 小小的心底里面 虽然你应该 不想说 但是 很真实的 问个问题就是 这样 那神的什么都安排了 什么都知道了 那是不是说 我没有自由呢 那还有什么自由呢 有没有呢 在十三世纪 一个神学家 叫做 Thomas Aquinas 叫做 阿菲娜 这个神学家 在他的神学大传里面 用过这样的比喻 挺有意思的 他说神所知的 和我们人所知的 就好像 我们一个人 走在山下面 围绕着山 另外一个人 就站在山顶 看下来 他看到了 整条路 前后 所发生的事 神就好像在上面看 我们就在海下面走 你走的人 永远都不知道 我转了弯子后 跟着有什么 或者他听见 后面有些声音 但是呢 不知道那些声音 究竟是来自 一些皇帝 貴族 来着 或者是那些强盗 来抓他 所以呢 究竟他应该躲起 应该 整好衣服 跪下 等皇帝来 但这两个决定 就是那个人 自己 可以做决定的 但是呢 在山上的人 早知道 其实 来着那些 是强盗来的 谁知道那个人 就以为 预备好了 去见皇帝 谁知道 见了强盗 下面的人 他有选择的 但是上面那个 早已经看到了 之前之后 所发生的事 会是怎么样 这个就是 我们有少少似 今天我们 就在下面走 我们都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 就凭着我们所估计的 就继续作出反应 但是神呢 是早知道的 有些人就说 这样就不公平了 神早知道了 不告诉我 现在有手机 对吗 神手机 没有啊 我们可以祈祷问他 喂 神啊 老实实 这份工作行不行 我明天见工了 给我就给了 不给就算了 你都告诉我 不用我搞这么久 是吧 为什么神有时 又不打电话 告诉我们 他明明知道的 是吧 有理由的 如果神早就告诉我们 究竟将来发生什么事 凭着我们人 这么有限的判断 很多时候 我们会判断错了 阿拉丁神灯就是了 是不是 如果阿拉丁神灯 那个阿拉丁不是 碰到那些强盗 他走不掉 他就不会拿到神灯 被人扔到山洞里面 拿不到神灯 最后他做不到 就是驸马 是吧 娶到公主 所以人生很巧妙的 凭着我们知道 哇 强盗 几带都走 走了 他就做不到 所以神要被他 经过这样的转折 被人捉了 被人扔到山洞里面 然后才这样 人生去 神知不知道 神知 但是阿拉丁 一定不会选择 神要他走的路 所以神很多时候 要求我们 走的路 我们不愿意的 人生 是不是 我们不会说 神不如让我撞一撞车 断了一脚 那我以后就会很爱你 不会的 你做不出的 神知道你做不出的 所以有时候 不用征求你同意 就做了 那不是这么恐怖 神想过 我们知道神的爱是足够 他不会哭害我们 不过有时候 以我们这么有限的知识 如果神将到将来 会发生的事 告诉我们 我们的结果 就不是真的 神自己最大的祝福 你听得明白我讲的 是什么 我经常都说 如果1984年 我在英国读完书 回到香港 在机场上 我预告你这十年里 你太太会严症死了 你女儿又会严重致障 跟着你的家庭 会这样发生 这种事情的时候 我告诉你 我即时在机场 躲下了 我怎么过 接着那几天 所以有一次 有个朋友跟我说 他说 那个人不是基督徒 他说我指微斗数很准的 我跟你算一下 我说不要 我就算你准 你也不要跟我算 我根本不想知道 你明白 你算了十年之后 就什么事 数出来 我怎么过日子 我死给你看 好过了 是不是 你不要告诉我 我知道我的生命 我只在神的手里面 我就一步一步走下去 所以 这个不是等于神说 我不让你知道 所以你就没有自由 不是 在神自己的奇妙里面 神让我们有自由的选择 但是 接着我们就牵涉到一个问题 我就会问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最实际的 我们祈祷 如何祈祷呢 于是我就列了三个 我们的祖告里面 经常有的挣扎 第一个 就是究竟我们 是否祈求呢 一件事 老实 圣经说得很清楚 由旧约到新约 你祈求的 就得着 是吧 你们得不着 因为你们不祈求 对不对 但是我们呢 在我们人生的经历里面 甚至圣经也有这样的例子 有时候我们求极 神都不给我们 有时候我们未求 祂就给了我们 那就是说 你祈求就得着 你不祈求就不得着 你有时候不祈求就得着 有时候也不得着 有时候也不得着 那其实做什么呢 四样都齐了 那其实做什么 是不是 那奇不奇呢 这个第一个问题 我知道 就是刚才说的 并不是一个很抽象的问题 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我们也有 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看圣经 就发觉是这样 你祈求就得着 你不祈求 你就不得着 这个是常规 我们应该用常规和例外 来理解这件事 常规是这样的 神的心意是这样的 神的标准是这样的 那为什么这样呢 经常听祂说 不是 神想我们跟祂建立一个亲切的关系 神想我们跟祂建立一个亲切的关系 你祈求得着 我们就有个小弟哥 我们都明白他小时候 只要教祂一个 跟父母亲亲切的关系的时候 要教祂 你问 你问就给你 是吧 他要问过你 不要自己拿 是吧 带到邓仔够高就拿 不行 要问个爹地 要问个妈妈 这个其实不是说要 那些东西贵 或者你不舍得给他 或者克博他 不是 其实想透过他和你这个关系里面 学习到这种建立更亲切的关系 神的心意 永远都是想跟你建立亲切的关系 他用什么 他给你一份工 老实说 他治好你的病 他用什么 他教你才难 是不是 说真话 我不是说风凉话 是不是 他要给你一份工 用什么 死了都可以复活 在神的手里面 不难的 不过神说 你不是这样 你就学到 最难学的就是 你和他建立一个关系 透过你这个球 他给你 那个回应 透过你不去理他的时候 他就发觉 你在他生命里面 你发觉有损失 人就是这么简单 这样才慢慢学到 跟他亲切的关系 好了 刚才他说 有些人求极 他都不给 那为什么呢 这个叫例外 就是说我们求的时候 就像我做父母一样 我肯是给你的 我肯想给你的 他想你知道 原来这是一个爱你 不断在听你的讨告 你什么时候讨告 我都在听你讨告的神 不过 有些时候是有例外 什么叫例外 就是说 很难 很难能够可以 成就 因为你所求的东西 不一定是坏的东西 不过在神所看见 整个全盘的计划 这个天父 他看到了整个人生的 全幅图画的时候 他知道你所求的东西 其实是对你不好的 或者不是最好的 他想将最好的给你 那你说 我怎么知道 这是相信神自己 因为他是看财 这个胜负 他能够看财一切 就好像小孩说 妈咪 我想吃糖 妈咪说 好 吃一粒 你喜欢吃这个糖 最喜欢吃哪一粒你吃 第二天 又问 妈咪我想吃糖 妈咪说 不行 不能给糖 你吃 遲些 他开始哭了 为什么 他没有办法明白的 因为第一天吃的时候 吃完饭吃的 晚上饭吃的 第二天他问的时候 就来开饭的时候 问的 明白这个分别吗 妈咪说我不能给你 妈咪说 你为什么不听我说 昨天我给 我还说了 P-L-A-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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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存在字 P-L-A-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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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很残忍啊 不是残忍 不过你听不明白 你不会明白 小朋友怎么会明白 吃饭之前 你吃了一粒糖呢 之前你没有心机吃饭 你没有心机吃饭 你的肚子不想吃饭 你不想吃饭 你不想吃饭之后 到晚上你又肚饿 肚饿了 你又想吃宵夜 妈妈不知道 你能不能吃宵夜 你知道多少东西 如果我们这样比较一下 神知道更多东西 于是他就说 这个例外的情况 昨天可以 今天不行 为什么 解不明白 这个问题就是 你有没有信心了 这是例外来的 不例外不是常规 例外就说 哦 这样啊 以后问到你都不给的 那我不问到你 自己爬去拿 那又不对 你明白吗 这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有时候当然有些危急的时间 等到我们问 我们都死了 所以神就已经 未祈求 祂已经给了我们 这个是例外和常规 不是 好了 那我什么时候才求呢 第三个 我就跟大家说 那就是不用求 是吧 不是 仍然要求 那怎么求呢 我求那件事 由他发生 让我去听他说 还是我们求 这件事 因为我的信心而改变 这里我就说到 跟大家说 我有双重身份的 讨告的心态 但是这个是很实际的 我们一起去思想的问题 你没有一份工一个月 或者甚至半年 你很想有那份工 因为经济各样生活上 发生了很大的困难 明天见工了 有一份工找你 你今晚怎么期 他说 神啊 都不知道是否那份工是给我的 都不知道怎么期好 那 如果你这样想的时候 你就错了 因为我们人 在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有两个身份 一个就是我们一个人 一个平凡的人 另一个就是 我们属于神的疑虑 这两个身份 都是同样 我们基督徒的一个 双重的身份 所以作为一个 我来到神的面前 我就问我自己 我是一个人 你问我 问自己 你想不想要这份工 想 那你就求 我不知道神是否给我的 现在不是你猜神 神不是要你猜他 对不对 不是要猜他 对不对 神想你的 就是把你心里想说 什么 当然你不是那些网球的东西 对不对 你说我神想去打劫 行不行 那你就不用求 没理由这样求 但你明天我想要一份工 对不对 当然对 为什么不对 我喜欢这个女孩 我想他喜欢我 行不行 行 神都不知道是否将他给你 那你知什么 你问什么 关你什么事 神的事 就是他在山顶 你在山下下面走 你明白 不关你事 但你问你心里面 你想 那就求 于是我们说 在我们人性的需要里面 我们发出一个祈求 这个很明显 并且是 按照我们心里面 一个真实的 神都明白的 很坦诚 神面前 神就想你这样 你小朋友 尽管问 你不要估计我给不给 你尽管先问 你不要想着是常规 或者例外 他就问 好了 但是 祈完这个祈求之后 你告诉神听 但是神我多谢你 我知道我还是你所拯救的儿女 作为你的儿女 我知道你对我的爱 从来没有改变 并且更高 更奇妙 有些我是不能明白的 如果今次我所祈求的东西 并没有得到我所期待的东西出现的话 我仍然去感谢你 因为那样东西 你这样都不给我的话 一定是对我有更长更好的好处 这个出于信心的感谢 所以圣经里面 事常讨过 当然是加了两样东西 祈求和感谢 祈求就是用你一个普通人的心态 因为你在神面前是一个很真诚的 然后你还有一个神的疑虑的信心 去感谢祂 神就算我所求的 没有一样东西出现 我都同样感谢祢 因为我知道祢的爱 所安排的 一定是比我所求的更好 这就来到神的面前 你不要弄乱 是吧 如果你倒转了 你就不用祈求了 我属于神的人 所以你什么都安排了 所以不用求了 是吧 或者你倒转了 我说 神啊 我也不知道你行不行 所以就不用感谢了 不行 不行 我们说在神的面前就是这样 祈求感谢 我们双重身份的祷告 真的在神的面前 不需要犹豫的 不过我们的心充满了感谢 的期待 在口里面 用我们的真诚的心 来祷告 这个就是 祷告里面 最重要的 其中一件事 第二件事 你说 但是我心里面真的很想要得到那件事 那我应不应该大胆地求华神 就算你不知道情况 并不是好像我 看见这么自由理想 但我也很想去求你 行不行 都行 不过看看你心里面 有没有这种 里面涌出来的 托起你的信心 有没有那种信心 这个就是我所称为的 祈求的正比率 祈求的正比率是怎样的呢 祈求的正比率 就是 在正常的情况下 很自然的情况下 你有自然的信心 你就求神 不过如果这些情况很不正常 需要你很独特的要求 那你看里面有没有这种 很独特在里面的感动的信心 有的话 你儘管大胆去祈求 这个就是历代里面 很多属灵的伟人 那种讨告 因为他里面有一种 他自己知道 神给他一种信心 是超乎的 乔治木律 他开孤儿园 二百多个孤儿 晚上都没有 都没有饭开了 那他应该干什么 应该走出去 就是囚款 是吧 他不是 他鬼祈祷 喂 好牙烟的哦 今晚这二百多个孤儿 他有没有饭吃 开了就在乎你 有没有祈祷 但是他有这个信心 他有那种感动 踩到那里去祈祷 祈祷了 祈祷之后 哦 突然间有两车的面包车来 他那个孤儿园 为什么呢 原来旁边 那间工厂 突然间说搞罢工 那晚饭呢 送了去 那些工友都走了 不在那里 在那里出了去示威 所以说那怎么办 那些人说 喂 那些饭送了 或者那些面包 咦 旁边的孤儿园送给他呢 那就吃饭了 那这个呢 就是那个 很独特的信心 你又不好学 乔治木律 那么容易哦 你说今晚 我又祈祷 祈祷之后 可能都没有晚饭吃的哦 如果搞不定你老婆的话 啊 不行的 就是那个信心是 同那个 不尋常的情况 非常的情况 就是有超然的信心 普通的情况 有自然的信心 是不是呢 你个儿子 你个儿子 病了 就看医生咯 为什么你都不去看医生 站在家里 在那里祈祷 就看医生咯 很自然的嘛 不过 有些情况下 你发觉你心里面 有一种很独特的信心 你尽管可以 祈求一个更大的 超然的事件出来 这个在乎 神有没有给你一个 里面的信心 托着那个 相应的心境 这个是我们的天父 其实他安排一切 在我们每日的生活里面 其实都有很多 我们祷告 我们的挣扎 成长里面 是值得我们思想 和学习的地方 圣子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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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大家来说 就熟悉很多了 因为他是那位 道成肉身的神 道成肉身的神 究竟 是怎样的一种状态 这个也是一个 在历代神学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究竟耶稣是道成肉身 或者道成人性 Logos Sars Logos Anthropos 就是第五世纪 第六世纪 第七世纪 是讨论得很厉害的 一个千多年前的神学课题 那你有什么这么重要 我都不明白你说什么 简单和大家说 这个影响是很大的 首先呢 道成肉身 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所翻译的中文 其实道成肉身的意思 大家知道 在当时 比如说有代表性的神学家 就是Athanasius 是Athanasius 这是很伟大的神学家 他就说道成肉身是怎样的呢 就是 神自己成为人 接着我们有一个 下面有一个图表 下一章有没有一个图表 对了 其实呢 在神的历史里面 在神的时间里面 最独特就是那33年 他本来就是神自己 三位一体就是神自己 没问题的 但是呢 B开始呢 他就下来成为人 看到吗 OK 接着呢 他受苦受死 复活 40日之后 升天 上回去了 作为神自己呢 这个问题就很清楚 他自己全部的神性 但是下面呢 他又是神性 他又是人性 是吧 他同时是神 也同时是人 那么这个产生了一个 是张力在这里 因为在他 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 他有神性 完全的神性 他也有完全的人性 那又有什么冲突呢 是有张力在这里 不一定是冲突 但是有张力在这里 那张力是怎样呢 那么究竟 人性是属于哪一部分呢 道成肉身呢 立场的看法呢 就是 神自己 是他的生命的 就是说呢 非物质部分 就是心灵啊 感情啊 意志啊 全部都是神自己 那么人在哪里呢 人就是他的肉身 道成肉身 所以呢 我们在世的耶稣基督呢 他心态里面 全部是神自己 但是他说呢 他身体是属于人的 所以他又会疲倦的 钉十字架 他真的会痛到死的 他可以甚至被人杀死 这是他的肉身上面 那个生命里面 所以他会肚饿 他要吃东西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耶稣的人性 和神性的那种的模式了 那么这种模式呢 就受到同事后呢 另外一些学派 叫安提阿学派呢 的挑战 Antiokin School 他说呢 如果在这样的时候呢 代表的人物呢 叫Deador 这个神学家 可能大家就听到 听到比较少了 Teador of Moses 这个神学家呢 他提出了一个挑战 他说如果这样的时候呢 作为一个人的耶稣呢 他由宝宝出生 一路长大 成为三十岁 出来传道 他有没有一个成长的过程 growth 成长的过程 成长的过程 那有什么特别呢 成长呢 就比较复杂 人有成长呢 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必然 成长的意思呢 就是说有些东西你本来不懂 后来懂 有些东西你本来做不到 后来做到一个发展的阶段 那就是说耶稣 一出生的时候 他是一个BB 究竟耶稣一出生的BB 是怎样呢 他是不是一出生 会说话呢 如果他是神自己里面的BB身体的话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可难经呢 就是搞错的地方了 可难经又用了 一个中世纪的立场呢 他有写耶稣的 你知道吗 在可难经里面 他就说耶稣一出生就会说话 一出生就妈妈 你很辛苦啊 你喝点水 他一指 他就传水就飙出来 接着说妈妈 你很肚饿 一指 那棵树就生了组出来 他就给他妈妈吃 喂 如果这样的时候 这个就怪不开 这个还是BB 一出生就说话 你明白吗 就是我们相信 一出生就是BB BB是未懂得说话 由BB 开始未懂得说话 到懂得说话 他有成长的过程 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 有困难啊 如果这样的时候 只是耶稣有 不太懂事的时间 是吧 他不太懂事 会不会做错事呢 他问下去的时候 就开始越来越复杂了 你明白意思吗 耶稣有没有试过呢 走出街 想着好天 突然下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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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说 牵涉到一个 一个 于是牵涉到一个大问题 那耶稣会不会搞错了 耶稣会不会做错事 如果耶稣不会做错事 他里面完全是神的话 那他就没有成长 如果有成长 可能做错事 因为没有成长 他不会做错事 但是怪胎呢 不是人呢 不是真的的人呢 这是一个神学的问题 是不是有想过 可能你没有想过 你没有以为千多年前 那些人呢 完全不懵涂 神学家在想 讨论这个问题 而这个问题 绝对是重要的 因为耶稣基督 圣经告诉我们 他经历过我们一切所有的 引诱 但是他没有犯罪 OK 那如果神自己 在他身体里面的 心灵的话 完全是神自己 他根本就不会被引诱 对不对 神怎么会被引诱 所以耶稣根本也不会明白 我们那种引诱的挣扎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人 所以这个问题 就产生了一个讨论 究竟耶稣有没有真的被引诱 他如果真的被引诱的时候 什么保证他没有犯罪 这个呢 就是三位一体的 是关于耶稣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讨论 这个讨论究竟 和我们的属灵生命 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很有关系 因为我和你 都是面对着有话 我们相信我们的耶稣基督 走过我们人所走的路 但是怎么样 可以保证耶稣没有犯罪呢 我们说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法 在神学上面呢 我们相信是这样 耶稣基督有没有面对真正的引诱 我们相信有 耶稣有没有一个成长的过程 我们相信有 那他才是真真正正的人 但是在成长过程里面 有什么保证他不会犯错误 这个呢 神学家提醒我们 原来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的神 虽然他落了去人世间走 那33年 但是作为三位一体的神 这个阶段是一个很独特的阶段 因为圣子耶稣的第二位 在地上生活 但是圣灵和圣父呢 一直是陪伴着他 一个不离开的状态 所以我们看到圣灵呢 一直带着他 我们叫Spirit Christology 圣灵的基督论 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 他未出生之前是圣灵怀人 接着他成长的过程里面 是圣灵带着他 接着他受水泥的时候 圣灵好像像甲子一样下来 OK 接着他就去到 这个抗野受试探的时候 圣灵一直是带着他去那里受试探 在他整个生命的过程当中 圣灵没有离开他 因为是三位一体的神 所以圣灵一直看顾着他 这个是第一样 令到他 在可能会犯罪的时候 圣灵在那里去保护他 带着他 还有一样 我们主耶稣基督 当他从小开始长大的时候 他开始知道 他就是那位要来到世间的 上帝自己的时候 你发觉呢 12岁 圣经记载 他在圣殿里面 已经他那些律法 和那些 法力错人 大家在辩论的时候 他已经完全明白 这个不是超常 不过这个肯定是 超过很多很多 当时的小孩 可以说是一个 近乎完美的 不过 更加重要的 就是他从小 将神自己的要求 标准成为 他生命里面 一个最重要的目标 所以他从小 旧约里面的律法 所有的东西 真是滚瓜烂熟不得已 成为他自己的生命里面 一个最重要的目标 简单来说 就是他遵行到的地步 他习惯了遵行神 他以遵行神的旨意 作为他的欢乐 和他的享受 大家记得吗 约翰坊第四章 那个撒玛利亚井旁的妇人 那些门徒出了去找食物 门徒回来的时候 跟耶稣说 给你吃 耶稣说我吃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满足 我看到人能够归向神 自己我心里满足 这个就是 一个能够 不单止遵行神的律法 并且以遵行神的律法 本身成为他最大的 满足的动力 有些像什么呢 有些像一个游泳池 我们用一个叫做 潜在的 和现实的 两个角度去看 一个游泳池 如果他只有两寸水 有些BB池 他永远没有潜在的危险性 会浸死人 但是如果一个正统的游泳池 有15尺水深的那些 他有潜在的危险性 会浸死人 不过呢 虽然有些游泳池 在屋邨 或者在一些公共游泳池的时候 好像维罗尼亚公园 香港那些 那些 那时候 他现在拆了游泳池 看回历史里面 那几十年 没有浸死过人 即是说 他有潜在浸死人 不过 是没有真正曾经 现实上浸死过人 这个就像耶稣那样 他潜在地 永远都可以犯罪的 不过 他有两样东西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一样他对神的律法 遵行神 成为他自己的力量 第二 他有圣灵看着他 当他有危险会犯罪的时候 来到去保守他 所以我们说 耶稣有真正可能犯罪的潜在危险 不过耶稣 现实上 33年 他没有犯过罪 你听到那个现实和潜在 这是事实上 那好像一个游泳池一样 那有什么办法 保证这个游泳池呢 是没有浸死过人 在现实上 就是比较接近的意思 第一 请到的 那些救生员 都是一流的救生员 由早到晚夹着的 有时 就像圣灵那样 第二 进来的人 要 就是 審查过 游泳游得好才行 游泳不懂游的 不要进来 那时候 他虽然这个游泳池潜在地 可以浸死人 不过 现实上 过了30年 拆的时候 他都没有浸死过 你明白意思吗 耶稣基督就是这样 那如果耶稣基督 如果是这样 可以不犯罪的话 对于我们有什么意思 这个成为很大的提醒 和一个目标 其实我们跟耶稣基督 虽然程度上差很远 但是其实我们跟他也有相同的地方 我们也有神性人性 你说 蛤? 不是耶稣才有神性人性吗 我们也有神性人性 因为我们是人 我们当然有人性 我们有很多软弱 但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 圣灵在我们里面 我们有神性 你知道吗 所以 我们就像耶稣基督一样 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 一直看着我们 不过很多时候我们不听他说 一会儿我们说到圣灵就知道 我们不听他说 还有 如果我们好像耶稣一样 从小 或者在我们信主的日子里面 不单止是 遵行神自己的标准 并且爱上 好像耶稣那样 越来越爱上 遵行神的标准 将遵行神自己的旨意 成为我们的最大的 享受 以及我们的人生里面 那种的力量的话 加上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保守的话 我们的犯罪 虽然我们不能肯定说 我们不会犯罪 但是我们的犯罪 是少的 同样我们面对的誘惑 是少的 是这么多 但是我们犯罪的机会 是少的 所以我们说 原来主耶稣 不单止是他另外一路人 当然他和我们不同 我们不能说 我和耶稣差不多 不行 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神 圣灵和祂是没有分割的 我们心里面 我们和圣灵 整天都有张力 圣灵提醒我们 我们不肯定 圣灵担忧我们 有时候我们会犯罪 我们和圣灵有张力 和耶稣不同 不过圣灵都在我们心里面 请我们好好地 好像主耶稣那样 让圣灵去保护我们的生命 OK 然后我们去习惯地 像主耶稣那样 爱上去遵行神自己的心意的话 我们的生命 就是一路去看着耶稣基督的 完美的目标 我们进化 我们感谢主 耶稣来这个世间 他一样和我们一样 经历过成长 经历过争扎 经历过被引诱 但是他没有犯罪 成为我们的一个标准 典范和标杆 所以我觉得是很美丽的一回事 好了 剩下最后的时间 我想跟大家讲圣灵 好吗 讲圣灵 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就最接近我们了 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圣灵 和新约圣经的圣灵 最详细 最深刻的是两段圣经 当然整个圣经都有 就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至十六章 耶稣基督自己说 他离开之后 圣灵会来取代他的身份 第二段就是保罗 在罗马书的第八章 讲圣灵 这两段圣经 很值得大家深入的去看 如果你要了解圣灵的话 我觉得今天 除了灵恩运动 整天讲圣灵之外 很多教会很怕 可能因为灵恩运动 就怕了 我经常都说 有时候灵恩运动 会过火的 不过很多教会 是灵恩运动的 灵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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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跟大家试试 从两个角度去了解 我们时间不是很多 我想跟大家讲 第一 主耶稣在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第十四章 第二十节 讲了一件事 他说 圣灵来了 这样你们 你们在我里面 我也在你们里面 OK 这句话很有意思 即是说 圣灵的独特的地方 就是 耶稣基督说 我在你们里面 即是说 我们的主耶稣 用圣灵的身份 在我们里面 这个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最独特的地方 我本来想要花时间 跟大家一起解释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耶稣说得很特别 第十四章开始的时候 门徒和耶稣说 他们在心里面 忧愁 耶稣说你不要忧愁 那当然忧愁 师傅 如果你老同弟的话 你走了 是吧 那我们怎么办 我没有了你 我们怎么办 我有什么问题 你问谁 我们有鬼 赶不到的时候 我们要靠谁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谁教我们怎么传 门徒都是担忧的 耶稣说你不用担忧 然后耶稣说了这些说话 好像很风凉 那样 我去了 对你们更好 我想一下 如果我是徒弟 我们的门徒 我会觉得 你们真是风凉 下来两年多 和我们一起 走 那我们又怎样 然后一世流流长 继续要传你的福音 我们为什么 你们都不在 耶稣说我走 对你们更好 为什么耶稣这样 耶稣一定不会说风凉话 耶稣说因为我走了 圣灵会来 圣灵会来 就是说 圣灵的意义 比较我更加直接 和你们亲近 你和我一起住 门徒 当然很亲近 有什么你可以问我 不过有时候 我上山祈祷 你找不到我 是吧 有时候你走出去 我去了那边 那你找不到我 但是圣灵在你里面 我在你里面 我用圣灵的身份 进入你们里面的时候 于是你就是 二十四小时 我和你一起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听到嘛 耶稣说的 那是一个更珍贵的 更宝贵的经历 你有时候和我一起住 主耶稣说 你有时候找不到我 但是 我在圣灵的身份 入到你里面的时候 你常与我同在 一日二十四小时 那圣灵在你里面 有什么特别呢 圣经那里很有意思 《约翰坊》第十四章 一直到第十六章 是什么 什么叫辅导员 大家都知道 你心里面 生活里面 或者生命里面 有很多困扰 很难过 总是打结 想不到 打个电话 找辅导员 设计 他说 好 这星期五你来 四点半 于是按地址 去到辅导员 那个办公室 那里 请进来 多数房间 有梳化椅 有盒子巾 那里 坐下 说说说 你这些不快乐的 很挣扎的东西 有个辅导员 就帮你去想 一起去看 一起去挣扎 又提供一些方向给你 提供一个出路 让你试下可以这样 试下可以这样想 这叫辅导员 我说这么多干什么 我用回主耶稣的意思就是 辅导员 有时候你不能预计他 有时候你最痛苦的时候 那一晚 那个辅导员也没有空在你身边 但你知不知道 最好的辅导员在哪里 就在这里 你都不找他 你打电话给这个弟兄 打电话给这个姊妹 打电话给牧师 又找不到他 哎呀又出了浮 喂 真正的辅导员在这里 在你里面 耶稣说 我就是你的 圣灵在你里面 做你的安慰者 所以你心里面 不需要再忧愁 也不需要再担心 我所持的平安 不像世人所持的平安 你看到吗 耶稣基督这样说 你听到没有 好像宋朝的诗人 《申器侄》所说的那首诗 那首诗 众女尋他千百度 默然回首 把人却在灯火南山处 哎呀找来找来找不到他 转身 原来他根本就是这里 领姐妹 圣灵在你里面 神给你我们这么大的礼物 耶稣基督说 这是最大的礼物 24小时在这个生命里面 他带着你 他会引导你 引导你进入一切的真理 你走前面的路 你不知道怎么做 你想找牧师 或者这个是好的 你找辅导员 但是你知不知道里面的圣灵 会带着你 那你和他究竟是很陌生 你和他很熟悉 你和他很亲切 我们主耶稣说 我在你里面 你也在我里面 这个就是我们主耶稣 对于圣灵 他用圣灵的身份 来到在我们里面 那种的很大的礼物 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不过多少的弟兄姊妹 多少的基督徒 失去了他这个神 给他这么大的礼物 而且 接着我跟大家说的 就是耶稣说 你们在我里面 我在你们里面 就是圣灵 你们怎么在我里面呢 我想用罗马书第八章 和大家一起来思想 罗马书第八章 也是很精彩的一段圣经 尤其是第二节 还是第三节开始 他说 你知不知道 神用很大的代价 将圣灵给你和我 怎样大的代价 用他自己儿子的生命 钉在十字架上面 用了最大的代价做什么 以至能够将圣灵给了我们 接着第二节那里很重要 他说什么 给了我们之后有什么特别 就是以至我们本来做不到的 现在我们可以做到 尤其是面对罪恶 本来我们没有力去面对的 我们曾经可以有力去面对 这个是罗马书第八章 第一至到第三节 讲一个很轰天动地的好消息 我不知道有多少个弟兄姐妹 留意到这几节圣经的那种 轰天动地的好消息 可能我们的和学本 未必译到那个味道出来 看回英文译本 或者是新译本译得都挺好的 新的译本可能译得好一点 清楚一点 意思就是说 其实你知不知道 这个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 是一个多大的礼物 刚才说的 这个是二十四小时 分分钟会瞄得在你里面的 辅导员 和引导你的那位 我们好像忽略他 我们不理他 他感动我们的声音 我们去抗拒他 于是我们跟他很陌生 最好的陪伴我们行人生路的那位 天地的主宰 他的智慧 他的引导 当然比世界上任何最好的辅导人都好 对不对 他是神自己 我们忽略了 然后罗马书第八章说 神用这么大的代价 他自己遗止在十字架上 那种痛苦和死亡的代价 是将圣灵给我们 以至我们本来做不到的 现在我们可以做到了 做到什么 我们面对罪恶 面对我们的软弱的时候 我们有一种从所未有的力量 可以面对 接着你看到罗马书第八章 就说了一个对比很清楚的 你看到吗 罗马书不需要和大家读 你看到我列了出来 随从肉体 随从圣灵 随从圣灵 体贴肉体 体贴圣灵 熟肉体 熟圣灵 是否两个很平衡的对比 那你说这些平衡的对比想说什么 我只是说给大家 这不只是文化上的对比 圣经里面这么清楚平衡的对比 想说一件很重要的示范给你 随从肉体 体贴肉体 坦白说 说句老实话 我站在台上也要这么说 你和我都很熟悉的 是吧 我们犯罪的时候 发火的时候 那些火都涌上来 那种的力量多真 是吧 撼都撼不懂 是吧 你妒忌那个人的时候 在你面前出现 虽无过犯 面目可憎 笑一点笑都比人的 觉得他 是吧 你想说你我不应该这样的 不应该这样 你发觉你突然很冷 是扔不下他的 是吧 尤其是我们 我们中间有些弟兄 都有这样的问题 在情欲上面 是吧 哇 那些情欲一来到的时候 拿到你去了 是吧 有时候我们的贪男 是吧 哎呀 整天想着那样东西 多大是多大 是吧 说自己不行的了 但是他心里就跟他贪 你发觉那种肉体的拉力 是不是很清楚 不用人教你的 你每天都经历得到 或者你事常都经历到 那种拉力 无可抗拒的拉力 好 在讲什么 在讲平衡的对比 圣经罗马书第八章说 随从肉体 随从性灵 体贴肉体 体贴肉体 体贴圣灵 是完全平衡的对比的 就是说 你体贴肉体 随从肉体 你就很清楚了 那如果你想能够抗拒这种 拉力以至不跌倒的话 你就体贴圣灵 随从圣灵 要同样真实 你听到我说什么 圣经的意思就是这么简单 请问你 你对圣灵的随从 Walking according to the Holy Spirit 英文的意思 Walking就是走路 就是跟圣灵一起走路 什么叫走路 走路就是日常里面最普通的东西 你一起床就要走路 你去厕所 去拆牙都要走路 即是说 在日常最普通的生活里面 圣灵一直在你的生命里面 时常出现得很真实 好像 肉体那么真实 你知道吗 肉体你自己就真实 但是圣灵很多时候 对很多弟兄姐妹来说 很模糊的 圣灵 很抽象 我也不知道他说什么 我不知道他做什么 那你就弊家伙 你怎么能赢到肉体呢 肉体那么强 圣灵那么弱 体贴 set your mind on the Holy Spirit 什么叫体贴 体贴是一个戀爱的字眼 我觉得中文译得很好 愚蠢很接近 体贴的意思就是 好像一个初戀里面的女孩 想起她的男朋友 什么都想起她的男朋友 行过鞋谱 又说 如果我boyfriend 买这双鞋就漂亮了 在打篮球 电视里面 我男朋友 射球比她更漂亮 你想起什么都想起她 这叫体贴 你有没有体贴性力 我们体贴贪婪 我们体贴发脾气 我们体贴妒忌 我们很真 但我们没有体贴圣灵 我们没有体贴圣灵 我们没有时常把我们的心 整天想起圣灵 让圣灵整天感动我们 开心的时候 多谢圣灵 多谢你 哎呀 你在我生命里面做了很奇妙的事 一有困难的时候 圣灵他们帮我 我现在不懂怎么说 那人一刀拆过来 说句话 一刀拆过来 但我不想发脾气 你帮我 让我经历到原来你在这里的时候 我可以胜过我的脾气 你有没有跟圣灵都这么朋友 你体贴圣灵 如果你有的话 你随从圣灵 体贴圣灵的时候 你就像圣经里面说的 再进一步 你就在圣灵里了 你在神里面 你在耶稣基督里面 耶稣人 你在我里面 你在圣灵里面 被圣灵笼罩着整个的生活 这个就是圣经里面 提醒我们的圣灵 其实除了教导我们 带着我们这种 这么幸福的一个礼物之外 神用了很大的代价 来将圣灵给我们 以至我们可以随从它 可以体贴它 可以在它里面 顶姐妹 这就是圣灵给我们的很大的礼物 罗马书 宽恕我已经过了时了 再说三五分钟 我就结束了 罗马书 接着说了几句很重要的说话 我很想跟大家做一点点的 互相的劝勉 提醒我们就结束 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 还有一个很绝的 很好的方法 就是 什么时候当 肉体发动的时候 正是你去经历圣灵的一个好机会 在罗马书第八章 我跟大家说几件事 第一 当肉体和撒旦去引诱你的时候 第八章第十二节 你对肉体说 我没有欠你的 我们没有欠肉体的债 你那时候也可以对撒旦说 我没有欠你的 为什么 这句话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说 未信主的人没有资格说 但信了耶稣的人 你记得罗马书第六章 我们已经以耶稣基督同死 同埋葬同复活 王马书第六章说 我们不会再做罪的奴隶 什么叫奴隶 奴隶就是你没有自由反抗 就是奴隶 就是说 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 耶稣的死和復活已经跟我们一起的时候 我们已经可以有不犯罪的自由 可以不准罪去捆绑的自由 不做罪的奴隶的自由 这是第一个 你跟撒旦说 你跟自己的肉体说 当我肉体想发动的时候 第一个说 我没有欠你的债 以前我不准你控制 但现在我已经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你不能逼我 因为我已经自由了 我不会做罪的奴隶 第一个你要对自己这么说 第二 第七节那里所说的 我什么时候对肉体放纵 我什么时候就是与神为仇 这句很严重 肉体通常吸引你的地方 就是很漂亮的 你想买那样东西 肯定想起就想的 是不是 那样东西 你罵完那个人就很痛快 是不是 很爽的 但是 这个你告诉自己 当我面对肉体引游的时候 这件事不是他吸引我 而是如果我被他吸引的话 我就与神为仇 我没有胆同神做仇人 所以我怕了这些吸引 一见到这些吸引 立刻就走 你别这么笨 再看多几眼 新出的 那个系列 是吧 还差两只没买 那只 那些手袋 是吧 哎呀 整天想着在网上看到 明天走那条街 看看他出了尾 你死了 你这样 那条街都没有走 是不是 是吧 那些弟兄啊 在网上看到那些色情东西的时候 一看 你有时不知道 他突然弄出来的 那些人是很差的 是不是 突然弄出来的时候 删掉他就走出去 你说 这么有趣 穿这么少衣服都可以 你看看 你死定了 你不要被他吸引 你说 我不可以看那些 我不可以想那些 因为再想 我要神为仇 我不敢想 我没有这个资格与神做仇敌 第三 他说了两次 第十三节和六节 如果你是对肉体活的 你的结果就是死 你死在肉体 你对肉体是死的 没有反应的话 你的生命就是活的 你明白吗 那我们从一个长远的生命来看这件事 我们的生命会要活 所以我要对罪死 如果我现在对罪不死的话 我将来就死了 一个这样的 从远处 长久的结果 来看现金 这一个 就成为我们最后一个的力量 第十一节的话 我们在里面有 復活的力量 因为我已经有耶稣基督復活的力量 死都可以回生 为什么我不可以性过这个罪 就在这几个历程里面 我们开始经历原来圣灵离的时候 真的可以性过我们 我们以为我不可以性过这个罪 你就开始明白 什么叫做随从圣灵 而不随从肉体 什么叫做体贴圣灵 可以不再需要去体贴肉体 什么叫做在圣灵里 而不是笼罩在在肉体里 兄姐妹 这个就是圣灵给我们生命里面最大的礼物 我们的生命是可以不同的 我们三位一体的神 纵然好像很抽象 但是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可以是很丰富的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向各位至高的神 当我们祷告走我们人生路的时候 我们的圣灵一切的安排 祂完全知道 祂给我们一个至高的安全感 使我们可以放心地向祂求 但是心里面充满了感谢 就是甚至忠然我们所求的 并没有给我们 但是我们仍然知道 这个不会搞错 我们存一个感恩的心 来走这条人生 不是一定我们所祈求的路 我们的圣子耶稣基督 祂做过人 经历过一切的挣扎 所以祂明白 祂体会我们这些一切 所挣扎的 祂答应与我们同行这条路 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不断的 原来是我们最好的保卫师 祂教导我们 祂带领我们 祂引导我们 并且祂成为我们一个不可思议的能力 以至我们可以胜过肉体 我们三位一体的主很丰富 让我们的生命 在这位这么丰富的三位一体的主 所认识的主 我们可以得着再进一步 我们是软弱的 但是因为主 我们可以刚强 求主再一次来鼓励我们 好吗?我们一起祈祷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三位一体的主 我们今天讨论你自己 三位一体 我们不能完全明白的 奥秘的时候 我们看到原来你用这种不同的身份 跟你一起相处的时候 带来这么多 这么丰富 这么多元 这么满足的祝福和喜乐 我们多谢你 多谢你自己这位 这么奇妙的主 竟然愿意和我们这些 这么卑微的人来相处 又用这么多的心思 这么多的身份 来和我们一起走这条人生的路 所以我们真的不明白 为什么你要这么爱我们 这种动物 其实我们多次得罪你 但是你竟然仍然是这样爱我们 今晚我们来讨论的时候 我们愿意我们的讨论 我们所分享 成为我们对你的感恩 求主越南我们对你的感谢 奉耶稣的名祈祷 Amen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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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